各位觀眾 接下來要來看的這場比賽 是來爭A組第一 誰贏誰就是A組第一 誰輸就是A組第二 由畫面左邊的咱們台灣英吶 由一神電狼的黑死柯玉峰選手 17歲對創的是畫面右邊的 SAPI 劉柯能選手 華裔美籍的選手 目前雙方都是四戰全勝 要打五場嘛 四戰全勝 而且他們的小回合數小分 都是八勝一敗 一模一樣的戰績 直接面對面的交手了 好 三戰兩勝出的比賽 第一回合開始 第一回合的地圖是聯盟先抽出來的星際基地 是的 那在星際基地右下角的 紅色的重組選手呢 他就是我們一級戰隊的SAPI 而在畫面左上角 這位藍色的神助選手 則是來自於我們友誼閃電狼戰隊的HES 哇 又是重打神 在上一場比賽看到兩位韓國選手的較量 對 哇 令人拍案叫絕 對 真是讓我覺得熱血沸騰啊 對 真的 雙方的表現非常的精彩喔 現在這兩位選手開局有什麼特別的嗎 目前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還還好吧 沒有人快攻什麼的 沒有沒有 HES應該是要打一個裸霜的打法 也有可能他會先放BF 因為我們知道HES 非常會搞人 非常會搞重組 也有可能會先放他的這個冶煉場 然後呢 開始要搞我們的SAPI 這個什麼什麼無水晶封門 我記得好像在這張地圖 HES就有打過 好像一大堆水晶 然後封住重組二礦家裡門口那個門 然後後面擺了三顆光炮這樣子 對 忘記是打誰有點忘記 好像打SAN的樣子 有點忘記了 那場也是很有趣啊 所以趁現在還有點空檔 相信觀眾現在是非常激烈的在討論 True跟SAN的第三回合 哇 真的 True蟲族 就光靠後蟲 手夾裡面 手不斷傳過來的狂戰士 還有一些異化蟲 然後前線又是用狗去穿去撞門 其實特別是 Alpha我們的賽評有提到 在家裡面 她的手真的非常吃技術了 真的非常吃手術 因為我們其實理論上來說 媽媽在從胎上跑得比狂戰快 又甩的理論上是甩得掉 但是我們知道媽媽其實 對地的能力非常非常弱 然後她又要前線又要控狗 然後去換對方的家 家裡面又要控這個媽媽 然後又要那邊繞狂戰士 因為狂戰士晉身打才太痛了 要不然繞他們那邊甩 然後又補血幹嘛的 哇天啊 能夠守住這波狂戰士的前線 真的是令人嘆為關子 真的是太厲害了 後蟲沿著蟲胎一直跑 然後把狂戰士 希望能甩在身後去 對 甩得團團轉 對啊 因為我在想說 後蟲我已經變成戰鬥單位了 只要跟狂戰士打 就是她是用邊打邊跑 跑在打的方式 家裡守住了 前面狗也順利穿進去了 所以才贏得了關鍵的第三回合 對 不過這邊我們也希望 我們台灣選手有不錯的表現 當然Sappi 他也會講中文 人也非常的好 希望比賽精彩 因為這場比賽誰贏 誰就是A組第一 對 也是非常關鍵的一場比賽 那A組第一的話 在我們季後賽的位置 就是非常非常有力 對啊 最後等著打上來的 這個冠軍獎金是10萬塊錢台幣 當然對這些從國外來的選手 有打到獎金 是他們為生的 是啊 是啊 對啊 如果沒打到 比較高昂的獎金的話 這一趟來就辛苦了 看到了這個三礦 是的 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HES這邊 看一下我們三礦的進度 好 這樣的話就確定 對手是一個正常開三礦的打法 那這樣的話 我們家裡面就可以穩穩當當的營運 不必擔心對手可能的一波 其實對手比較怕HES一波 一波出了名的 真的 喔 國際有名的 好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是 我們的空軍之門正在生產 然後一攻沒有在提 那看看瓦斯 目前是只放了兩個 沒有放三四瓦 那我們的這個Satia也是 一直亡蟲在網裡面 看到你對方在幹嘛 可是因為現在還看不太出來 這個時間點目前還不到六分鐘 不到六分鐘以後 其實看不太出來 甚至科技走向 如果這個時候看到對方的科技走向 那其實就對方的戰術就是一目了然 但如果沒有的話 那什麼可能性其實都是有的 是 對 對 因為這兩位選手在過去 就回合數是八勝一敗 Sappi 他唯一的一回合是敗給了 Yan 劉伊翔天洋的Yan 那場他是2比1獲勝 HES唯一的那一回合是輸給了 所以各吞了一個回合敗而已 對 結果這時候還是已經做錯了戰術選擇 他是看到他把王蟲逼 看到王蟲飛走以後 就直接把兵營放到四個 然後加速放在他的星河 還有我們的那個機械製造場 那代表說他待會是要打一個一攻的 一個四兵營的前壓 好 他發現對手看到自己的一個戰鬥意圖之後 直接開了三礦打個變招 但是對方也看到了 對 王蟲臨死之前飄過來 一直被追劣 這個射熱氣球就看到了 HES下三礦 是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Sappi這時候就 因為看到對方四個病營 然後看到對方的加速 這時候狗剛剛是繞了一下 去清瞭望塔 然後到處看附近有沒有水晶 那搜尋了一遍之後發現沒有 然後又看到對方開三礦 所以這時候自己應該加了一遍 喔 他是選擇出了很多蟑螂 要準備壓對手的三礦 先壓一波 這一波HES應該就不是很老手了 因為HES家裡面其實並沒有太多的兵力 結果追劣先過來了 對 喔唷 今天要把你的部隊拖在家裡面 看能不能把三礦拖出來 對 這邊追劣是決定打工兵 不跟你的鋼狼正面打 對 因為待會兒如果狗術一好 因為這個時間你狗術差不多就要好 狗術一好他待會兒就會全部都被包掉 然後還好是因為他有母艦核心 所以他待會兒可以直接就是說回塵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是我們的目光衣會 放了下來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的HES就有可能可以打一個什麼 三礦 然後多兵營的一波閃追 不過這邊已經來扣關了 SAPI的翼化蟲過來 穿進去 糟糕 這邊搞什麼沒賭啊 這怎麼辦 會是這個失誤 門沒有關起來 家裡面的門沒關就 這個失誤大了 大了… 現在 這一堆追劣想要回救 結果被人家攔截了 這些小細節 真的是小細節啊 你也有少衛啊 對 就是在那個最重要的門 開門引道 就是開著門歡迎藏道進來 就是成語的意思 就這樣沈進去了 紀律性啊 這個有點可惜啊 原本山光開起來 感覺好像還不錯 但是沒想到直接溜進來 對 真的藏開大門了 歡迎光臨 是這邊 這邊被打得有點慘啊 看只差沒有… 這個… 進門之後有叮咚兩聲而已 叮咚… 對啊 聽便利電影這樣 然後叮咚兩聲的 是 這麼容易就被這些穿進去了 好… 還好… 還好家裡面 並沒有損失太多工兵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人口是已經 落差不多30人口了 對… 哇… 這邊不斷機 我們可以看到 這時候啊 取得那個優勢之後 我們的Suffy 後面直接選擇轉飛躺 這一波部隊就… 因為他看到家裡 這個… 什麼堆裂什麼的 都這麼少 然後我在轉一波飛躺 你要怎麼辦 沒有東西限制我的飛躺 是… 哇…我們可以看到 工作單位數是55比67 然後剛擊殺 他雖然只擊殺了7隻 但是因為他有換掉大量的 這個… 對手的部隊 所以… 所以其實啊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飛躺一轉 待會兒如果 兵量還沒有刷起來的話 那這個… 這個追獵 就很難去防這個飛躺 因為現在飛躺改版以後 跑得又快 回血又快 對… 對… 以前用追獵可以守 以前是追獵 然後呢 可能轉什麼… 我們的閃電啦 或者是轉我們的白球啦 然後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先守 鎖住之後 然後利用多線去拆對手的… 這個… 擴展出去的礦區 但是現在由於飛躺真的太快 你根本沒有辦法靠追獵來限制 對…閃電電下去 對… 好好玩喔 舒服對不對 然後繞一圈回來 血又滿 對… 感覺是來電療、按摩 對…來按摩一下 很…全身舒爽的 所以… 這邊也只能夠壓一波看看 對…知道自己這一波很傷 被穿得很傷 選擇先來一波前壓 哇… 可是這邊一化蟲… 哇…又… 又被穿進去 又被遛狗啦 為什麼出門都沒有把門帶上呢 對… 還好… 還好是可以拆掉對方一片框 待會兒可以回程回來救 但是… 又遛狗這怎麼辦啊 哎呀… 這邊又要死狂戰 又要死公兵 所以遛一次就算來第二次 哎呀…太慘了 好…家裡面… 哇…飛躺贏來了… 飛躺贏出來了 是…家裡面… 什麼都沒有啊 這個飛躺要處於無敵狀態了 對… 飛躺表示了 他跟Kobe一樣 他是老大 對…光炮完全沒有任何作用 直接被剪掉 走飛俠Kobe不然一樣說 我是老大啦 現在飛躺了 對… 家裡面是有些許的閃追 但是有狗掩護的情況之下 非常打這些追力 其實還是非常的酷爽 喔…回身… 好…不錯 我們轉回來 趕緊跑… 好…追殺一隻 來…不行… 喔…喔… 好…你剛閃線用掉了對吧 欸…用掉了 好…現在沒辦法閃了 好…只有… 這個CD時間到了 開始跑 好…有隻化蟲在兵內 也可以吸衣先跑過來 對對對… 不會就完全這類 都打在非常正常 對…而且他… 我們看到Suby很聰明 看到你往這邊跳 然後…上面又沒有兵 我就往上跑 他什麼時候再殺什麼東西 哇…這個擊殺28個工作單位了 工兵數量只… 掉到剩下46 哇…接下來太難打了 因為非常在那邊控制你 欸…好久喔 喔…硬碟… 硬碟… 硬碟嗎… 硬碟主堡… 喔…損失有點大 但是… 非常野來打 喔…欸…等一下… 欸…還是有點逃 好啦… 好啦… 看要不要… 看要不要打一波換加了 欸… 可能不小心A到自己的主堡一下下 喔… 喔… 在前面下主堡 對…但他剛剛應該是為了防止換加 因為… 他這個主堡是看到對方的那個墜裂啊 從他的右邊… 直接往下打 然後拆到他那個礦區 所以他… 想說欸…有可能會打成換加 所以現在左邊先把激勵給點 喔…好… 洗澡…給他洗澡 對…現在這個狀況怎麼樣 現在狀況就是…欸…我… 只要非常無限在你家裡面晃來晃去… 你這隊隊列就一輩子別想出門 沒錯… 你不要出門… 你不出門的話那很抱歉 那我礦區就可以無限開 對… 好…那現在看… 就看還是要不要打一波了 然後打成換加 或許還有機會 不換加的話 等到重組把礦區開出來 那待會兒又是跟我們Q一樣 這個無限轉兵的節奏 那就太痛苦了 飛塘又過去了 飛塘好像數量也增加了 對…好… 看到家裡面裡面有兵 應該有意識到 對方是要打換加了 這時候看撤屁要怎麼選擇 這時候其實最好是打什麼 打那個… 撫兵營的水晶 幫兵營充電的水晶 讓對方補不出兵來 只要補不出兵來 基本上待會兒換加就很好換 這是黑石的追獵部隊 對… 真的打換加了 追獵要去哪兒 他要回舊嗎 好遠耶 真的要回舊嗎 他真的要回舊喔 真的要回舊嗎 太遙遠了吧 好…他要生兩波兵 一波兵 拆加一波兵回舊 他生兵 對… 但是我覺得這樣 因為狗的紀錄性很好 待會兒如果繞過去的話 家裡面那一波追獵 可能要全部送掉 然後你飛塘一定追不到 追獵想追非常免彈 不用彈了 哇… 這個分兵要回舊 對… 這邊還有一化蟲 哇…這個太慘了 這個… 碰魚再咬掉 好…一化蟲 一化蟲就想辦法繞 想辦法知道 他想要硬打 他覺得跑不了 然後… 哇…這邊要硬換 好…用狗吸火力 然後飛狼先 能換多少就換多少 對… 那Suffy的前面的部隊呢 有…有拆了不少 拆了不少 效果還不錯 拆了…不少 對…但是數量其實 並不是特別多 追獵的火力其實沒有特別強 他只是機動性好 黑絲的兩個 除寶都已經被打掉了 現在已經沒有基地了 對…完全沒有基地了 這時候… 好…看到你一小波追獵在這邊 讓我非常多的怪節 對… 這個… 哇…追獵真的被追了 喔…這邊包 趕緊會合… 哇…Suffy要硬換 Suffy知道你沒病了 硬換 打住GG 哇… 所以黑絲打了GG 第一回合呢 是由充足的Suffy獲勝 你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各位觀眾 這一場比賽呢 三戰兩勝志 現在進入到的是第二回合了 雙一個回合落敗的 由於閃電狼黑死柯玉鳳選手 他選地圖 他選的是貝爾時遺跡這張地圖 是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左上角 紅色的重組玩家 這是來自我們EG戰隊的Suffy 而在右下角的這位藍色的神組玩家 則是我們由於閃電狼戰隊的Hes 好…這個… 三戰兩勝志的比賽啊 這場比賽誰獲勝誰就是A組的第一名 其實… 在季後賽… 季後賽的部分呢 你排在分組的第一的 你就代表說你… 前面都不用打 你就是直接四強了嘛 對…直接進四強 你就是直接四強了 因為這個… 季冠軍冠軍十萬 亞軍七萬 季軍五萬 第四名 有四萬塊錢 就是你只要拿到分組第一 你就保證有四萬塊錢 對…四萬塊的獎金 對啊… 你就要再分組第一的話 那當然Hes呢 上一季的季後賽 打出了… 老五傳說 他六個選手 分組六個選手裡面 他排在分組第五名的喔 一路打一路過關斬將 連挑了… TT耀越太陽神的三位選手 這個… 那時候DS還在耀遠喔 DS軟球跟AK 那最後他是以第四名做收 是…那時候氣勢如虹啊 嗯…那其實在這一季呢 Hes…前面也是完全不敗啊 也是四戰全勝 對…我們看到Hes… 真的是狀況越來越好 我們真的很期待他… 日後的發展 才16歲咧 才16歲 很年輕的小將 對啊…才16歲而已喔 是… Suppie是21歲 不過Hes上一場比賽 就是那兩次家裡沒關 然後狗就進去了這樣 真的太可惜了… 真的太可惜了… 不過後面他其實 以賽平阿法… 梁哲鵬阿法的判斷 他不應該分兵回救是不是 他的追劣 對…因為我覺得齁… 如果換家有經驗的人 他們在換家的時候一定會在 對方撤退的路上呢… 譬如說留一些… 譬如說可能是狗啦… 或是任何的部隊 然後只要發現對手啊… 就要準備回救的時候有沒有… 特別是以龍狗這種機動性高的部隊 他狗只要全部撤退 然後呢… 飛龍在家裡面再繼續… 繼續鬧 然後這些狗撤退以後啊… 就回頭繞過來 然後呢…去吃掉你那一波… 在那邊分兵… 分兵拆你家的… 那一波部隊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會發現回救的部隊 一回到家裡面 其實已經救不到什麼東西了 然後你前面又要拆 對方家裡面那一波部隊 又被狗一包 那可能就是人才兩師啊 這個全部都…全部都救不到 什麼都沒有賺到這樣 因為兩頭都落空了 是 所以… 阿法的研判就是… 剛剛雖然被穿了兩次狗 已經是一點… 劣勢了… 已經是劣勢了 但是你的追劣部隊還其實還滿龐大的 就只能夠… 就通通去打拆房子啦 看能不能夠救回來 那一分兵的話就… 比較累、比較難了 對,很難打 特別是打龍狗這種 機動性非常高的組合 你只要… 對手重組只要一發現 你分兵 那他馬上就會跑過去 包你… 這個兵力少的那一邊 這是一定會做的事情 對吧 如果對方是跑很慢的 那其實分兵 那倒數無所謂 沒錯 被對方發現 那我趕緊合兵就好了 對,就會有這樣的狀況 好,那這一個回合的比賽 看一下開局 SAPI 對,SAPI這邊是一個15敵開局 比較穩健的開局 而我們的HES這邊則是一個兵營開 而且他這次兵營開之後 有趣的是他… 是放下了這個… 我們的野練場 所以他有可能呢 是有機會打出一個… 一攻 然後狂戰的一個潛壓 因為我們知道 HES跟現在的… 我們的SAPI其實是隊友 所以他也有可能會把這個… 一攻狂戰 運用一下 然後再搭配可能的一個… 這個多線… 他是多… 很多的狂戰 然後往潛壓嘛 然後如果他可能可以改良一下 然後改成一攻 帶一攻的一個多線狂戰潛壓 那或許… 就打出他自己特色的一個… 狂戰是潛壓的打法 現在下了很多的瓦斯喔 對… 這個瓦斯數量非常的多啊 對… HES這邊… 他很… 很需要瓦斯喔 對… 而且沒有補兵營 那這樣的話就不會是一個… 狂戰是潛壓的打法 而且我們看到一攻也沒有再提 那這樣的話 這個野練場應該只是要… 做探查 然後呢… 如果對手… 有進攻的意圖 他再馬上放下他的光炮 這個… 前置的水晶… 前線水晶放在這邊 王蟲在旁邊跳過去 並沒有能夠看到 剛好躲在這個咖咖角 對啊…這個位置真的是非常的… 就剛好對吧 大家都沒想到會有這個位置可以放 瓦斯應該是… 研究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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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索了在地圖上啊 千挑百選選到這個位置 是這樣子 在貝爾十一姬的這個位置喔 對… 挑過去看到了嗎 王蟲是看到我們的… HES這邊是… 氣況全開 嗯…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是選擇直接把這個… 三框給點了 因為他… 判斷對手啊 這麼多氣況的情況下 有可能是要打空軍的一個打法 那這邊… 前面… 前線水晶先傳了三隻的狂戰士了 對… 這個有可能會讓我們Suppie沒有想到喔 嗯… 因為通常啊… 看到對手… 如果瓦斯數量這麼多 那… 通常… 有很大的機會是… 選擇走… 走科技的打法 哇… 五隻狂戰士 那邊只有兩隻一化蟲而已嗎 一狗數量… 好像… 喔… 狗只有兩隻 真的只有兩隻一化蟲 五隻狂戰士 這打得有點偷啊 喔…還有母劍核心 喔… 這砍後蟲 母劍核心爆了 對…最後一刻被打掉了 就這樣被後蟲兩隻給射掉了 對…這時候就看母劍… 看我們後蟲的操作 然後… 然後等狗補出來 就可以把這四隻狂戰士給守住 那個母劍核心怎麼就這樣送了 喔… 欸…很聰明喔 我們可以看到Supy 剛剛是H柱他的那個弓兵有沒有 然後卡住狂戰士的移動路線 讓狂戰士沒有… 沒有辦法第一時間走到 後蟲旁邊去砍後蟲 後蟲也只是紅血狀態了 身體冰血 但是走不過出無法近身 對… 好…這邊兩隻狂戰 砍我們的三組寶 但是狗鷹出來 這樣的話要守住是沒有問題的 喔…殺了七隻的弓頭 但是自己掉了一個母劍核心 跟五隻狂戰 然後這兩隻只要掉 對…其實… 其實我們很怕 他後面應該是要選擇打一個 一弓… 一弓的… 三不朽的打法 所以接下來這一波會非常的兇狠 非常…我們剛剛的兵已經全補起來了 哇…全開 對…這一波會非常的兇狠 然後我們Supy好像要準備打 他上次打的一個打法 就是狗加狂戰… 不是…狗…然後呢… 就是狗然後加感染蟲 然後直接跳這個…雷獸科技 但是這一波他… 不知道他有沒有意識到對方要打這一波 來囉…不朽 好…看到了…看到… 好…這時候就知道 這時候就趕… 哇…我們看到這個趕緊刷狗啊 十二條狗趕緊爆 對… 對… 蟲卵…應該是剛剛存了一些蟲卵 然後…發現對手… 這個…有這樣的意圖 趕緊把我們的… 這個蟲卵全部刷成狗 好…那邊吃兩隻… 燒兵… 我怕鎖… 我已經…還是吃掉了 要穿狗嗎…家裡有沒有人擋 這次…這次有…這次有… 有…有… 出門的時候記得把門帶上 對… 門關起來還鎖了…五道鎖了 對… 不然這次帶V6就太慘了 真的…太糗了 是嗎 結果這邊帶了大量的燒味 對…特別是不朽 對…這個礦具一定要掉了 然後…這時候… 這時候忍辱偷生 忍辱偷生嗎… 沒有…要直接硬打 而且立場很多 而且這個立場… 這個地形非常好放立場 我聽到一些 這時候忍辱偷生啊 就是我們要把三礦給放棄掉 然後呢… 好…很聰明 把拳指引咬掉 然後我們等感染蟲科技 只要感染蟲科技一好 那這一波兵力那就是完吃 可以直接完吃 好…兩根第四… 四根第四 後面繼續插 對…感染蟲出來了 好…定一把 真的是立場切得很好 再定嗎… 再定一把嗎 好…再定一把 好…狗來了… 狗來了… 不小 燒兵… 燒兵好像都還活著 燒兵… 燒兵… 全是好像都沒活了 對 好…丟蛋… 雞翔兵 後面的狂戰士往前面擠感染蟲 哇…這波看來是要… 要…要鎖住 對… 感染蟲的這個定跟丟蛋 這個技能還是相當強 因為… 地四插得非常果實 你們可以看到 欸… 不朽要不要回頭抓幾隻公兵 哇…沒有…趕快撤 對… 哇…這個地四真的是救了一命啊 沒有那幾根地四… 沒有辦法拖住這個時間 可能…可能這一波就打穿了 哎唷…就是撐不住感染蟲出來 對…而且感染蟲就算出來 因為他前面沒有東西擋住有沒有 他可能會被… 立場合一個 然後反而被吃掉 哇…被不朽打掉 對…因為他… 他剛剛不敢進去隔的原因 就是因為… 第一次放在前面 如果他進去的話 有可能會被第一次戳 嗯… 把那個… 哨兵全部戳掉的話 那…那…那…那是很傷的 好…不過X這邊至少打掉了… Suppie一個礦書 對… 打掉了…Suppie三礦 對…但是還好的地方就是說 因為他…那個方向沒有營運 好… 好…第二波又來了… 第二波又來了… 好…狗從外面包 啊…對耶… 對耶… 對耶… 哇… 立場…但是立場放得還不錯 真的要靠第一次戳啊 不朽的威力實在太強大了 哎呀… 喔… 追劣掙脫出來了 這邊來加入戰職 對… 對…不朽的威力太強大 這個第一次… 脫不了太多時間了 喔… 還是有機會 快到不朽往前推 對…後面… 對…最後一把釘了… 最後一把釘 哇…家裡面已經沒有任何的… 沒有任何的… 沒有任何的技可以補了 只能打了GG Suppie打了GG 所以這個回合是由 黑死柯玉鳳選手獲勝啦 雙方戰爭了1比1的平手 先休息一下馬上再回來 好…各位觀眾喔… 由於閃電狼的黑死柯玉鳳選手 這邊呢也扳回了一城 哇…這個…今天兩個分組的冠軍之爭呢 都要打到決戰的第三回合 好…那這第三回合呢… 由上一個回合落敗的… Suppie…劉柯能選手 Suppie他選圖 他選的是廢棄寮旺戰 好的…那我們在左下角 紅色的蟲族選手呢… 這就是我們的一技戰隊的Suppie 而在右上角都會藍色的神組選手 這是我們由於閃電狼戰隊的Hess 嗯…真的…Hess 沒有…這個…也扳回了一城 對… 因為Suppie其實也是有北美重王之稱 對… 所以也不是簡單的角色 也是耗油的燈 不是省油的燈 這個Hess可以扳回一城 那雙個回合他贏的關鍵是哪 其實我覺得Suppie應該是沒有料到 對方是打一個三不熟打法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他當時一旦…他當時看到了四個瓦斯以後 他第一個反應是先把我們的這個… 三基地補了 然後呢看到對手…他不是一隻狗 看到對手剛好出門有沒有 嚇一跳趕緊把這個地勢放了 然後捨棄掉他的… 他的這個第三個礦區 對…那如果…如果他家裡面有把這個 爆兵基地…我們的…四基地 那…我們就說三礦四基地 因為他是第四個基地 有放下來的話他說不定這一場 他後面補…補這個…補兵的能力啊 可能會稍微好一點 嗯… 對…那這樣有可能有機會守住 但是還是要看最後要怎麼打 對… 他是…薩皮是擋住了第一波 靠第一次擋住第一波 但是第一次被清掉之後 他又繼續的… 呃…續兵上去 他第二波就擋不住了 對…因為感染蟲能量也都用光光了 嗯…對…沒錯 他自己只有感染蟲 對…那個…因為如果不朽解決不掉的話 不朽是這個打法裡面最主要的火力輸出 嗯…那…立場呢…是在這個…這個… 在這裡面的是最主要的就是拿來… 呃…讓對方不火力輸出 剛好相反 所以如果你能夠把立場放得好 那不朽在後面一直打的話 那…這個打法就是…會打得有點像… 我們講說天衣無縫啊 互相配合環環相扣這樣子 一招接一招…combo起來 對…所以神族的三不朽啊 讓Hes在…上個回合搶下來 這個決戰的第三回合 是…那我們可以看到我們這場 Suppie是選擇了一個裸霜之後補兵營 然後呢…再補山基地的一個打法 而我們Hes這邊呢… 這是一個正常的BF開礦 就是我們裸霜之後先放BF 然後呢…再放我們的BG 然後呢…前面門口再放一個… 這個光炮 然後馬上大概在四分鐘的時候呢… 把霜氣放下來… 然後就可以開始踩 這邊再跟大家報告一下喔… 這場搶A組喔…分組第一啊… 分組第一就是代表你就是四搶 直接就是四搶在那邊等 至少就有四萬塊錢 甚至有機會挑戰冠軍的十萬塊錢的獎金 四搶… 所以…那你如果是第二的話呢… 雖然也是在位階蠻前面的啦… 但是還不保證進四搶… 對… 要是被後面的挑戰掉的話… 因為第五到第八名的是… 只有兩萬五… 對不對…就有點落差了… 呵呵… 至少獎金的部分… 對… 這一個回合可能就有… 獎金上面的差距… 是…而且… 而且其實齁…我們的這個… 其實應該是我們上一組… 我們B組的… 那個排名其實有個… 很重要的關鍵就是說… 因為如果B組的排名是排第二的話… 他要對上的是A組第一名… 但是如果你排第三名的話… 那很抱歉…那你… 你待會要對上的可能… 就是你升級升上去之後… 你要對上的是… 這個原本同一隊的… 第一名… 對對… 對…所以… 如果你是第三名… 然後你贏了一場… 那你肯定又要對上第一名… 而且我們知道B組的… 實力非常的雄厚啊… 我們B組前三名都很強… 所以如果你是第三名的話… 那你待會可能… 又還要再… 對上你這一組的第一名… 這會非常難打… 非常難打… 好…那這關鍵的… 這一個回合… 我們看到… SAPPY紅色的蟲族… 三框已經下下去了… 那…看黑四… 對…黑四… 這邊走了一個目光異會的… 路線… 那戰華有可能… 有兩種可能性… 一種可能… 他可能要… 出引刀… 打個出奇不易… 那也有可能會… 看他要補不補硬… 如果他把冰銀補起來的話… 這…這隻… 這隻探測器… SAPPY沒有看到喔… 剛剛躲在陰影裡喔… 對啊… 這個…這個… 也是有研究過的位置喔… 唉唷… 從陰影裡面來… 哇…果然是引刀… 對… 黑暗神殿… 對…而且… 而且… 打走黑暗神殿的同時… 他還把三框放下來… 打得非常的極限… 這個非常的極限… 如果這時候… 這時候… 如果是SAPPY選擇… 早期的前壓的話… 那這個… 有可能會把對手給打… 打死… 喔… 因為你… 又… 直接攀… 引刀科技… 又要下三框… 你的資源沒有辦法… 在這個時候… 有出比較多的冰喔… 對… 很難手… 三框一定掉… 那如果對方… 硬打你二框的話… 也有可能… 直接把你二框打掉… 還是他覺得SAPPY… 不會這個時候出冰… 對… 他應該是覺得SAPPY… 是一個… 營運型的重組選手… 雖然打得… 還算滿侵略的… 但是… 他還是喜歡… 就是說… 營運起來之後… 再打侵略… 這邊已經下水晶了… 對… 完全沒看到… 這個真的是研究過的位置… 我們可以看到… 就在你家樓下… 剛好就黑一塊 對吧… 對… 在陰暗處… 到時候直接冰… 就從那邊傳過來了… 對啊… 還好… 就現在已經不能直接傳高低… 要不然… 到時候還… 直接傳你高低… 傳什麼家裡面的… 那個實在是… 直接傳到你臉上… 怎麼受得了… 對啊… SAPPY… 這時候好像… 沒有發現對手的意圖… 家裡面的包子塔… 完全沒有放… 還是… 還是冰… 待會一定直接… 就傳到你家樓下… 對… 銀刀已經來了… 銀刀… 銀刀…傳過來了… 二本新年才提… 三隻銀刀… 銀刀要滅國嗎… 哇… 這…這怎麼辦… 這個太尷尬了呀… 哇… 要開始切菜瓜了… 對… SAPPY有沒有看到… 有影子在動呢… 他可能沒看到… 對… 他的蟑螂在往下… 被砍了… 這時候下包子塔… 對方一定會直接… 砍你包子塔… 對… 你們完全沒有… 登測隱形的… 單位了… 是…好… 看能不能夠把這個雙方換掉… 如果換掉的話… 那還有機會倒… 因為雙方就變成… 兩礦打兩礦 因為我覺得SAPPY的三礦 應該是要掉嗎… 嗯… 引刀主門… 黑石這邊是… 一大堆的引刀… 他現在除了前面的… 家裡面也有引刀… 對… 因為他知道對方… 應該是沒有反應型的… 對…現在完全… 引刀說… 我是老大啦… 我是COBY… 哇… 重圖三礦掉了… 現在要來砍二礦… 對…二礦應該… 有包子塔了吧… 應該有了… 因為時間過了這麼久了… 不過這邊… 理論上要有了… 黑石掉了一個主堡之後… 好…果然… 果然是有看到… 欸… 這是家裡面沒兵手… 有點尷尬… 哇… 這個引刀… SAPPY決定回救啊… 他的裝潢要回救啊… 他一直被引刀砍… 哇…這個屁股好痛… 尾隨在後… 屁股好痛… 一直被戳… 正面還有引刀… 正面的引刀咧… 要回家… 會合… 六隻引刀… 是… 那這樣的話… 雙方又要重新回頭引院… 那這樣的話… SAPPY還有機會… 因為對方的三框… 至少有被咬掉… 嗯… 對…但是… 自己還是… 有很大的劣勢…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在工兵數量上面來說… 甚至是… S還是領先的… 哇…接下來… 如果這一波… 我們的白球… 然後… S是選擇出… 閃追啦… 如果是出狂戰的話… 效果也很好… 不管是出哪個打法… 只要白球啊… 這波… 探命壓制… 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六隻引刀… 現在合… 執政官… 對… 這波… 如果這波… S是… 心裡打算要… 做一個前壓的話呢… 就… 關鍵就是在這波… 因為這波… 如果蟲竹能夠有機會… 把它全部… 好…看到… 看到加速在邊移… 這樣的話… 知道就有…有問題啊… 這樣啊… 如果蟲竹能夠… 把這波全部吃掉的話… 那… 接下來局勢就變成說… 它三況能夠安然發展… 而且… 至少在控圖權上面呢… 是擁有一定的一個… 一定的控制… 對… 而且那個… 7跟8的位置… 放了水晶… 還沒有被發現… 對… 其實還在那邊… 傳追列… 一直在那個… 樓下傳追列… 好…來… 就看這一波了… 好… 怎麼都包得很好啊… 關鍵的這一波… 對… 蟲竹要硬點白球… 先把白球點掉… 然後… 順下追列… 用蟲竹跟它硬換… 好… 黑子發現打不過… 趕緊逃… 對… 對… 還好沒有全部送掉啊… 對… 這邊總算… 過來發現了… 這邊有一個… 水晶… 對… 這個… 7… 8的位置… 對…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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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先看一眼再說… 不要先看一眼喔… 床底下… 門後面… 衣櫥上面… 都要清一清喔… 對… 哇… 這樣的話… 目前… 人口單位數… 137對107是… 蟲竹的… 蟲竹的領先… 對… 工兵數量上… 兩邊是差不多的… 嗯… 62對59… 蟲竹多了三個… 工兵數… 是… 這一波蟑螂要準備… 反壓… 然後… 追列… 追列… 打蟑螂其實不是很痛… 這樣換起來… 對蟑螂來說… 其實是… 稍微有力一點… 蟑螂這邊是… 一攻零防… 對… 那… 追列呢… 追列… 追列這邊是… 兩攻零防… 二攻的… 喔… 二攻零防… 對… 但是因為蟑螂提出肉後… 這個換追列… 其實換得非常的舒爽… 哇…但是… 引刀出來… 有監察王蟲… 對… 這要看… 硬解引刀… 這樣還能… 能賺多少算多少… 對…我… 監察王蟲也被打掉… 因為這邊有追列… 對…但是… 換掉了不少的部隊… 但其實對蟲竹來說… 其實是… 可以接受… 你說要賺嘛… 我覺得也沒有說… 賺多少… 你說虧嘛… 好像也沒有特別虧… 這些蟑螂一定覺得… 眼睛一花… 欸…怎麼有東西… 隱隱約約在那邊飄… 又打不到… 對啊… 有一隻引刀在那邊… 飄來飄去… 是的…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 莎皮這時候… 還是選擇蟲蟑螂… 啊… 蟲蟑螂… 又不斷出蟑螂… 對…但是要小心喔… 因為… 神主如果… 他在山礦營運的情況下… 他如果有辦法… 把兵力轉出來… 那蟲蟑螂的這種打法… 其實… 很容易啊… 在被… 轉出高科技… 高質量的兵種的時候… 就很容易就… 一波被打死… 所以… 你這一波蟑螂要如何運用… 然後… 如何有效率… 跟對手的部隊交換… 讓對手… 一定要把… 資源… 放在兵力上面… 不放在高科技的… 攀升… 不放在高科技的兵種… 上面… 這個是… 蟲竹要必須要做到的技巧… 嗯… 那現在… 蟲竹的Suppie… 開下了四礦… 對… 因為發現… 對手好像… 也不太敢出來… 因為自己蟑螂… 能夠跟… 追獵做有效率… 非常有效率的交換… 喔… 能夠抗衡啊… 所以這邊… 下了四礦… 因為蟲竹的礦區… 以蟲竹來說… 就… 一定要比對方多啦… 對… 我… 我曾經做一個實驗… 就是說… 我同樣資源… 就…以資源來說… 同樣資源量的… 蟑螂跟同樣資源量的… 追獵打… 然後呢… 追獵給你閃現操作… 然後硬打… 欸…誰會贏… 結果… 答案呢… 答案是… 蟑螂會贏… 所以… 等同資源的… 同資源的交換的情況之下… 蟑螂其實是… 樂於見到的… 就是攻防是一樣的… 攻防一樣… 然後呢… 然後呢… 不…資源一樣… 譬如說… 蟑螂資源是… 一隻是… 75塊錢金礦… 25塊錢瓦斯… 那你把這個… 總共金礦跟… 總共瓦斯加起來… 然後呢… 跟追獵差不多的情況之下… 然後呢… 兩邊這樣… 互A… 然後呢… 追獵給你用閃現操作… 那最後還是… 蟑螂會贏… 喔… 對… 所以蟑螂是很樂於交換的… 操作者應該很重要吧… 對… 這邊來犯了嗎… 這麼多的蟑螂… 這麼多的追獵… 這是… 雙方的正面部隊… 是… 沒有… 他雖然有… 已經有那個… 異業製造場… 但是沒有高科技的… 不朽或者是… 想要攀出去… 欸… 他打算是用… 三況… 然後多兵贏… 直接… 直接用大量的追獵… 跟對手做… 遇到了… 來… 好… 我們這時候看看… 看操作了… 對… 看看到底是蟑螂贏… 還是追獵贏…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再來… 做一次實驗了對吧… 對… 這兩個都是高端的選手… 是的是的… 哇… 這個蟑螂官很… 很勇猛啊… 不過追獵這樣子散一個陣型… 打得也非常厲害… 嗯… 包夾… 後面有四隻蟑螂做包夾… 追獵… 追獵有… 神仙… 看…都… 不對喔… 真的硬打了… 對…硬打… 直接做槍… 追獵贏了… 大獲全勝… 大獲全勝… 不過第二波蟑螂不過來了… 好…第一次… 這邊直接放棄… 對… 清掉… 撒皮的獅況… 這個… 小眼睛不小心… 被包子塔打掉了… 有點可惜… 追獵這邊是三攻了… 三攻零防的追獵… 難怪啊… 因為蟑螂這時候… 蟑螂的防是零防… 這些蟑螂… 二攻… 二攻是還不錯… 對…二攻零防… 對…但是… 但是… 好好好… 偷襲… 好…像蟑螂變二攻一防了… 對…像一防… 我們來看看結果如何… 好…埋地… 就這樣打你,對吧 我埋地可以回血 好…蟑螂已經趕緊過來… 趕快補一隻… 小眼睛觀察者 對…這邊不斷地… 再去一隻鳥 好…繼續再打 又跳過來… 蟑螂已經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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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拔蘿蔔,拔起來走… 對…能硬打了 完全這樣被包住了… 蛇比斯大GG 所以在這一個回合… 是由… 由於閃電王的… 蛇比斯… 追劣大軍獲勝 同樣… 這一組的比賽呢… 是由蛇比斯以2比1 擊敗了Sabi 還是拿到了A組第一喔… 台灣男兒讚啦… 那Sabi是A組的第二名也不錯… 我們這邊請觀眾朋友先休息一下 馬上再回來… 好…各位觀眾 在下個禮拜六… 12月21號禮拜六… 晚上的8點鐘 我來約了台灣您現場直播… 電競聯賽… 跑跑卡冰車的部分呢… 是輪到了A組的賽事了… Astay Farm Line 橘子熊隊要繼續對上的是… 華伊斯敗的橘子熊是七連勝 華伊斯敗的是六連敗啦… 而據呢…在鹿石戰績… 我們的電競特區呢… 則是有表演賽… 由林采迪對上的是… Joeman 而據呢… 在下個禮拜六… 下禮拜五… 先打了A組第五名的Fist… 對上的是… 同隊華伊斯敗的Python… 要直接拚了… 那在禮拜六呢… 則是A組第六名的AK… 對上B組第五的灰… 那下禮拜天呢… 12月22號禮拜天… 跑跑卡冰車… 依舊是A組… SA房… 乃世遊伊神電狼… 對上邀約太陽神… 在… 電競特區… 獨時的表演賽事由Torys… 對上的是… 沒有錯… 是台灣蟲王Sam… 那至於那星孩的部分呢… 對上的是… 這個A組第四名… 也希望觀眾朋友呢… 持續的來鎖定… 這邊請觀眾朋友先休息一下… 待會兒馬上再回來… 好 各位觀眾… 我們今天的轉播呢… 真的是… 打得非常非常精采… 包括… 跑跑卡冰車還加賽一場… SA房… 也打滿了十五個回合… 在星函呢… 兩場都是打滿了… 總共是六個回合… 那我們轉播到這邊… 要完全告一個段落… 非常謝謝我們的賽事獎品… 阿發… 謝謝展元… 同時非常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是徐戰元… 下次再見… 拜拜…